厨房的洗菜池只要放好多的水 下面的下水管就往外漫水 这种情况很常见 都是管道堵 像这种疏通比较简单 我们找一个疏通弹簧 然后用疏通弹簧塞到下水管道 然后另一头用手摇 或者用手电转 给弹簧转都行 大家看到没有 客户家下水管道 这个地方堵得还比较严重 这个弹簧打了半天 打不进去 但遇到这种情况疏通 不要急 我们边转弹簧 然后边用手往里面慢慢的塞 用巧技 不要用蛮力 然后我们给这个弹簧 转过那个堵塞的地方就好了 看看 现在我这个弹簧 已经两米的堂簧 全部打到这个下水管道里面了 证明堵塞导致反水的地方 已经打通了 然后我们现在多用这个堂簧 在这个管道里面多搅一搅 然后现在我们给下水管 对走下水口 然后我们给客户家的水轮头打开 放热水 然后边放水 边用这个堂簧 边在管道里面转 好 看 现在热水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样用堂簧边转 边用热水冲 这样就可以给你们的堵塞物给它打碎 然后刚好冲到主管道冲走了 这种方法疏通下水管道效果更好 这种疏通经验还是一个老师傅教我的 一般的人我都不讲 我们为了这个管道疏通的更好更彻底 我们多给这个堂簧在管道里面多搅一搅 它这个热水还比较烫 手都不敢碰 像这样 用这个水冲 最好用热水 50度以上效果最好 看看 现在已经疏通的差不多了 我们给堂簧拿出来 然后给下水管 插到下水管道 现在我们就像一开始一样 放满满的一盆子水 好现在盆子水上满了 我们关掉水轮头 给这个一盆子水倒到水池 再看一下 看 水都流下去了 没有漫上来了 是不是 证明这个管道就疏通好了 这个疏通方法是不是很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